本次飞行任务将首次进行空间站舱外试验性维修作业 当前空间碎片日益增多 长期运行航天器受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情况在所难免 前期检查发现空间站太阳翼也多次受到空间微小颗粒的撞击 造成轻微的损伤 当然这是在设计考虑之中 目前空间站各项功能性能指标均满足要求 但从面向空间站长期运行 验证技术能力出发 此次任务将由神舟17号航天员乘总 通过出舱活动进行舱外试验性维修 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让我们宇宙神舟17号航天员乘总 圆满完成任务 将舱外活动的能力和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